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正是我们今天所面对最大的问题 道德 价值观的堕落 还有衰败 我们看见像这样子的道德危机 已经席卷了整个世界 从领袖的阶层 一直渗透到社会的七根柱子 家庭 宗教 政治 经济 教育 艺术和媒体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仇敌魔鬼释放了三种思维 第一种思维就是个人主义 个人主义讲到的就是 我只为我自己活 我决定我生活的标准 我自己判断对和错 以色列人他们在诗日记当时的光景就是如此 每一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情 想着我才是我生命的主 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我可以决定我的优先次序 我可以看中我所看中的 我不甩那些我认为不重要的事情 然而这只会让你的生命 虽然身处在应许之地 却是活得比在旷野还要惨 第二个叫做世俗主义 就是神是可有可无 甚至我们是不需要神的 不去敬拜神 反而敬拜金钱还有物质的享受 你去看看那些YouTubers的节目 你就知道年轻人 他们在崇尚的到底是什么 食衣住行娱乐 全部都比敬拜神更有吸引力 有些人是敬拜他的房子、车子、事业、兴趣和享受 认为神才没有那么重要 自己的渴望跟需要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看到连在教会的基督徒 也都拥抱了世俗的价值观 第三个叫做相对主义 就是我们活着并没有绝对的价值观 所有的真理跟原则都是相对的 取决于我的观点 我的诠释跟我的感觉 这个想法是 对你来说可能是对的 是真理 对我来说却是不一定的 所以没有人可以告诉我 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这都要看环境跟状况 可是神却要我们知道 祂话语的真理 是可以帮助我们活出有价值 有意义跟目的 还有真实、丰盛与满足的人生 然而这些从魔鬼来的观念 就是要来抵挡神蒙福人生的原则 所以成为一个卓越的管家 不只是我们学习一些管理财物 或是慷慨给予的原则 而是让神真理的光可以进来 破除跟拆毁我们生命当中的个人主义 世俗主义 还有相对主义带来的谎言 跟坚固盈磊 好叫属天蒙福的原则 可以让我们的生命全面升级 不只是财务 更是每一个领域 都可以经历到神丰盛的工作 我要谢谢大家收看 今天的卓越管家 欢迎订阅、分享和按赞 如果还没有开启小铃铛的 请帮我们按小铃铛 你可以最快的收到我们最新的节目 我们下一次再见 我们下一次